你说你为了我们的小家 来金山打拼 结果呢 你跟他聊得火热 跟他约会 这些都是你做的吧 我承认 来金山前 我们最后一次开放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一天 我装的 但我 我并不是为了要偷情 那你是 为了保护我 我是担心江海涛 自己一边出轨 还怀疑别人 你真令我刮目相看 你不也是吗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中秋节晚上 我要出去 要不然你怎么 还能精准定位的 还不是因为你无聊 装作什么失眠的疾风 诱惑我试探我 还监视我 你觉得我是失眠的疾风 是我拿小号在试探你 不然呢 不然的话就是你在我手机里 也同样装了定位软件 我知道你约会 是因为有人想让我知道 自己看看吧 好 我看看 谢谢 好 这谁跟你发的匿名短信 你说呢 除了高夏金还能有谁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帮他接小孩 好 我支持你 你给高夏金健身券 结果第二天晚上就出现了 我和严厉的爆料 好 他是小人 跟你无关 他主动跟我宣战 说要追求你 我觉得那是他的事 我选择相信你 你说你为了我们的小家 来金山打拼 结果呢 你跟他聊得火热 跟他约会 这些都是你做的吧 出了这么多事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可可中秋节为什么会发烧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高夏金 给他吃了四块冰淇淋月饼 还散了他一身的水 出这么大事 您不早跟我说 因为我傻呀 我的家庭都受到威胁了 我还选择相信你 我选择自己解决 急逢之境草 网民都是为你起的 从今以后 高夏金不是我的问题了 是你的问题 你跟我去个地方